今天分享一道简单用营养的简质餐 卤笋炒虾仁 备好食材 虾仁、卤笋、大蒜 虾仁洗净后用料酒腌5分钟备用 卤笋洗干净 切去卤笋底部比较老的一段 卤笋斜着切成3厘米到5厘米左右长的段 大蒜切磨备用 锅中凉水加盐 少许油烧开 倒入卤笋斜段超30秒后 过凉水沥干备用 热锅热油先将蒜末倒入枪锅 再加入虾仁翻炒 虾仁炒至变色后 倒入焯好水的卤笋翻炒 加盐翻炒入味后 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 这道营养健康的快手菜就做好了 适合小朋友和简直的大朋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美食 请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哦